图片来源摄图网在护纸周二 守住2500点关口之后 A股三大股指周三表现挣扎 护纸在午后一度翻红的情况下 最终失守2500点创投股全线上工 出版特高压板块逆势走强 5G概念大幅分化全纵股 持续低迷截止收盘 护纸跌0.26%到2498.29% 成交额939亿元 深重乘纸跌0.58% 成交额1373亿元 创业版纸跌0.74% 成交额462亿元板块方面 创投板块尾盘复苏市北高薪强势封板 板块内进尸骨涨停 农业农村部等多部位发文 促进乃亿振兴乳业板块异动拉升 特高压概念全天领长电器 游戏 诸售同臣长夫居前5G板块奏入 泰勇长征 东方通信 均高开滴走白酒 啤酒 饮料等消费板块低迷消息面上 一 央行公开市场 今日将进行200亿元7天7 100亿元14天7逆回购操作 实现净回笼100亿元人民币 二 金融委办公室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多渠道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有关问题 推动尽快启动永续战发行 三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就介绍广东等多地深化医改典型经验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据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出认断与非介绍 广东省省政府出台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行动方案 推出综改十条 完善公立医院十大体制机制四 今日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属于新能源汽车范畴 在消费端不受影响 仍然享受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优惠 亚洲其他市场韩国首尔宗指低开1.3% 日经225指数 高开0.8%爆 19302.59点 随后涨幅扩大至1.7% 东正指数 高开0.7% 爆1425.01点 随后涨幅扩大至1.73% 昨日日经225指数收盘到跌5% 正式进入熊市 东正指数收益4.9% 今晨日本央行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 大部分委员认为 继续实施宽松政策是合适的 大部分委员认为 物价朝向2%目标回升的趋势 得到了保持 委员们同意 如果金融机构面临的下行压力 持续将导致金融体系不稳 日本财政大臣麻生太郎 昨日表示 市场可能反映过度日本企业的基本面良好 市场可能体现了一部分国际贸易不确定性 但我还没有到特别担心的程度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华尔街见闻 市场公开消息 每日经济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